谁是北宋著名书法家 北宋著名书法家有 书氏、黄亭坚、米糊、菜香 他们被后人称为书法史上的宋自家 他们的书法是在学习东晋和唐朝书法家的基础上 又独立创建了自己的风格 推成初心、格局特色 四位也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 书氏、智、子干 他色号东坡居士 在书法上特别擅长楷书和行书 他的字体比较豪泡、活泼、潇洒、风润 黄亭坚、字乳质 与书氏并称为乳黄 他的书法笔记自成一格